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下去就会看到希望 歡迎收看抗安天使十二天之旅 今天節目呢很容易來邀請到 一位跟我一樣是飛線來試騎的 還有亞伯特 還有新西亞好 還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而且我們很吵的是我們的基因檢測 都是同樣的一個基因突變 就是AL、K、Hawk 的基因突變 那現在請你亞伯特講一下 你當初確診離開的過程 好 其實這個確診的發現是一個意外 那我是2016年初因為家裡工作的關係 然後腰有點痛 那個時間因為冬天所以也一直在咳嗽 就反而咳嗽沒有把它太在意 但是是因為腰痛有點受不了 所以在過年那個期間 我就跑去掛了急診在亞東醫院 那亞東醫院就是先處理了我腰痛 就給我打一些肌肉鬆弛劑來解決的時候 其實在年假的最後一天 突然通知我說要回醫院做再檢查 那其實那時候心裡就覺得有點跟了一生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 那回去之後其實就很快的就是在 亞東醫院領主任 其實我覺得那是我的生病後的第一個幸運 就是主任他很快的透過各項檢查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他就通知了我 是肥腺癌四期這樣的一個判斷 那當下我就有點shock shock完之後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會問醫生說 那你跟我說四期 那還有沒有五啊六啊 那醫生說 對不起沒有 但是你也不用太在意 那我想說 OK好 那這跟工作跟性格上的關係 我會很快的進入到解決問題的階段 我就問醫生說 那你告訴我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說 我這種病人應該是醫生比較喜歡的 我很乖 我會問問題然後 然後趕緊配合醫生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就開始進行化療 就打艾琳達還有薄金 那這個期間也基因檢測出來 就如您剛剛說的 證實了我是ALK這樣的一個基因突變 那在半年就是2016年底 我的化療結束的時候 我也同時去詢問了第二個醫院的建議 就找到了當時在農總退休 轉到國泰服務的這個蔡居民蔡教授 那他看了我的資料之後 他就建議說 你應該可以開始改吃標靶藥 應該會對我效果比較好 那當時我評估 因為我的工作地點離國泰比較近 不就好 那我就轉到國泰來 那2016年底 其實開始吃標靶藥之後 其實效果就馬上又出現了更好的一個變化 那到了2018年的時候 又發現腦轉 到了有三顆小的 不算大 那蔡教授也馬上就幫我轉換 換了那個安立室 第二代 對第二代安立室 那安立室吃了其實效果真的也非常好 因為透過上腦去處理 大概兩個月再回去做檢查 我的腦部的那個腫瘤就看不到 那就一直吃到現在 那現在就是每次回診 就是影像都是很乾淨很漂亮 所以蔡教授每次說很乾淨 很漂亮 很好繼續保持 好了就這樣子 我每次看著就只有幾句話講完就沒了 對對對 非常的有效率 你在抗癌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覺得有哪一些是你覺得比較難熬的 好 其實我剛剛說就是 我強調運氣還不錯 就是說 我不管在化療階段 或者是吃傑克流 或是安立室 其實這種所謂藥物帶給身體的副作用 相對是很輕微的 沒有什麼起疹子 噁心嘔吐之類的 幾乎 對幾乎都沒有 但是我唯一 對啊 唯一真的對我感到比較不習慣的就是說 生病之後吃這些藥 其實我覺得我的體力啊 精神力 專注力 就比以外 就是雖然年紀大也會有差 可是 我不認為一兩年年紀大到就會馬上變化這麼大 所以也許百分之三十是因為 年紀大有點退化 那我認為百分之七十是 吃這個藥 或是我們常講那種癌疲憊 可能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其實對我在工作上 其實影響比較大 就是我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的生農活虎啦 然後 從早拼到晚啦 然後 這個睡覺隔天又繼續拼啦 通常我說早上上班 很專注的工作 大概有到下午 兩點三點 我就會有點 沒電了 對 那以前是到晚上八點九點 應酬啊什麼都沒問題 現在都做不到了 對 這是應該是 是比較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一部分 接下來是不是可以請你分享一下說 你如何去就是 就是看待你的這個 離愛後的人生 好 我說這個生病不會傷心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生病會會開心的 但是我覺得我傷心的時間很短 短大概就是那段時間我跟我太太問了一下說 那我如果真的怎麼了 那你帶著小孩過生活收入各方面 會不會有問題 那他想了一下他說 勉勉強強應該可以 那我那時候去突然覺得心裡我就放鬆了 我說最差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那或許 那反正最壞情況我都已經想到了 也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遺憾 那我就開始來想 那我自己要怎麼過自己的生活 怎麼讓自己過得快樂一點 那那時候 因為 癌症嘛以前有投那個 壽險 那就有理賠了 就一半 那我就看到一大筆錢 因為 那個平常沒有機會看到這麼一大筆錢 就像一大筆錢進來 突然 腦筋一動 就想了30年想要買一輛 哈雷的重型機車 我就很大膽的跟老婆說 我要買哈雷 他就說這個錢是給你 將來萬一你要什麼自費 我說 對啊自費藥物耶 我說 我不管 自費以後再說 我就要去買車騎車 你想說蔡教授本來會幫你找藥 我說 我跟老婆說 我會顧好身體 我絕對只吃健保的藥 就對自己下定這個決心 因為我相信我做得到 那老婆也很支持 還幫我加了一點 對 他說你那麼一點錢買不到你喜歡的 對 他也知道我喜歡的是什麼車 所以他也很海派的就 家裡提供了一定要一筆錢 我就能去把一台哈雷就 就這樣簽回家 而且簽回來大概不到半年 我就跟著朋友去環島一圈 四天 對 其實在這個騎車的過程中 我會覺得 我可以拋開很多 不管是身體上的這個病痛 可能造成的什麼 各方面困擾啊 不開心啊 我說可以拋開 風吹啊 吹就吹走了 所以 這個過程中我突然覺得說 嗯 我應該要更多一點時間 讓自己生活過得快樂 以前工作會比較熬夜啊 會混比較晚啊 那後來發覺 嗯 我想要試著看 早睡早起 是不是真的身體好 因為從小媽媽都這樣講 那我就 OK 那我就試著讓自己 從晚上十點半到十一點這個時間 我就會躺下去睡覺 那剛開始 常常是有一點睜著眼睛睡不著 那慢慢的 其實我到現在已經很習慣了 到十點半就會打哈欠 那早上七點八點就會起床 我幾乎每天都會睡足 八到九個小時 對 那或許我覺得 也許每個人 一次都可以一定 那麼準時睡覺 對 但是我覺得充足的睡眠 對身體是絕對有幫助的 我從以前本來就不是太挑食 但是在生病之後 我也會去注意到一些 對身體比較好的食物 然後會試著去 有機會就去多摄取它 對 比如說像花椰菜 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愛吃花椰菜 以前看到花椰菜 可能就是拿一朵起來 硬個井 會有吃 那後來知道說 花椰菜真的對身體真的很好 那我後來就是 不管是有機會 或是 不管點什麼菜 看到花椰菜 我一直啪啪啪啪 夾個滿滿 一晚上拿來啃 那我老婆說 你怎麼開始吃花椰菜 我說 好東西啊你也跟著一起吃 那她本來就很愛吃 所以每次桌上有花椰菜 我們兩個人可以幹掉一盤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樣 對好的食物吃的 其實對身體 我覺得真的是有幫助 但其他製作均衡飲食 我覺得也是必要的 那在節目的最後 那是否請雅伯特大哥 請跟雅伯特說幾句鼓勵的話呢 好我因為喜歡聽音樂嘛 所以我用一首歌的歌名來獻給各位 那它是美國一個Journey旅程合唱團 在1979年的一首這個冠軍曲 叫做Don't Stop the Living 就是不要放棄信仰 這首歌詞 因為它這個歌 當初是在講 是說裡面在講一個小鎮的男孩 小鎮女孩 到了都會區 我有實現夢想啊 雖然很辛苦啊 可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回頭看看自己當初是 抱了什麼夢想來到都市 然後不要放棄 那我覺得就把這個歌詞轉換 是我們的 所有生病的人 其實不管你是 這個身心受到煎熬啊 或是像我運氣真的 一直都很不錯的 沒有那麼痛苦啊 但是畢竟大家都希望身體變好 希望能夠這個痊癒 最起碼能夠跟 癌細胞和平相處 對那這個信念其實我覺得 我們都要放在心上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不管你突然什麼 有什麼轉腦啊 轉哪裡啊 指數變高啊 我覺得 你要相信自己 比如說我可以做得到 因為人天助自助嘛 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會好 我覺得老天也沒有理由 讓你身體變好 對啊對啊對啊 但是你如果自己有一個意念說 正正向 我相信 我會越來越好 對 那你在照著這個方向去做 我覺得 好運會一直往我身上過來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感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剛確診的時候 我太太比我晚一個禮拜 她也確診 大腸癌 所以那個時候她在做大腸鏡檢查的時候 我剛好又在同一個醫院 我是穿著病服當病患家屬在旁邊 就是看 因為她是做那個無痛的嘛 因為無痛做完之後 她要恢復 所以家屬在旁邊 比如說我是穿著住院的病服在旁邊 那那個醫生就韓國太太的名字說 這個誰誰誰的家屬 就這邊 她說你來一下 我就過來 桌下來 她說你是那個誰誰誰的家屬 我說對 她就看我穿著衣服 她說 你是我們醫院的病人喔 我說對 我因為肺腺癌在住院 她說你也是癌症喔 那我說丁頂心也跟人一下說 你也是癌症 我們那種做傳播做新聞習慣 對那個語言很敏感 你也是 你說什麼叫你也是 她說 我看一下你太太這個報告 我說 她說雖然正式報告還沒出來 她說因為她好像是主任 她說依我看的經驗 大腸癌三 搞不好還會變成四這樣子 你知道我當下就一滴一滴 我就掉下來 因為想說 那有那個倒霉的嗎 就自己生病中標就算了 怎麼 這太太也 也中這樣 那所以那時候 當下就覺得 就 就說不出話來 那時候說不出話來 因為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自己的事情 就自己這樣子 那太太 她生病我也 幫不了她 那時候其實 她那個大腸癌 她也不會覺得痛 沒有痛 只是因為 因為檢查分辨有前學 對 去做了這個大腸癌 才發現這樣 那所以 當下醫生說 沒關係你就先回去休息 再 在醫院 再跟我們討論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太太她 就是要動手術 那手術 因為手術時候才能夠確認 她面有沒有擴散到什麼程度 才能夠確定她的奇數到哪裡 這樣子 那手術完之後 就通知知道說 她是3B 就是已經旁邊有點擴散 淋巴 已經切掉到幾十顆 那種淋巴結這樣子 那馬上要做化療 那我本來以為 我做化療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她應該還好 她的化療真的很辛苦 掉頭髮啦 那個四肢的末端 那個神經整個是麻的 對 她說她就沒有辦法這樣碰 你知道嗎 會這樣觸電這樣子 所以她那 花療療的時間 這個 真的很痛苦 痛苦到她甚至想放棄 對 那我真的是 逼著她把它做完 因為我 我跟她講說 萬一 我感覺我的這個狀況 好像比你嚴重一點 所以你要顧好身體 將來我要是 在那個 需要人家推的時候 你要來推我 你不要找瑪莉亞來推我 所以你要顧好你自己 所以她那時候其實 也是咬著牙 去把整個化療做完 但是還不錯 做完之後 到現在她就是 每年回去 定期最終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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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